Leo聊四季 天天儒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Poshimia 人對上博塔阿倫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Poshimia 人 Poshimia 人他的文明特色 是修道院可以發宗教狂熱跟神社思想 都可以影響到村民的血量跟移動速度 這個能力讓Poshimia 的經濟加成會再更好一點 Poshimia 除此之外 他還有免費的挖金跟挖石技術 所以他本身來說是一個經濟還蠻不錯的文明 Poshimia 人的初期來說 他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畢竟要到封建時代 才有免費的挖金跟挖石技術 所以Poshimia 其實也可以打一個 前期塔攻 或是小攻壞攻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甚至打塔攻攻 也是可以考慮的 到了城堡時代的Poshimia 還可以在大學研發化學 讓自己的工兵比別的文明多加了一攻傷害 到了城堡時代八點傷害的工兵 超級強大的 那到了後期 他還有更強大的這個榴彈砲 火砲可以再升級上去 再搭配自己的金冠技術 胡斯派改革 胡斯派改革點下之後 老頭的造架 還有這個科技的升級 都只需要漏淚 才就可以研發了 不需要再消耗黃金了 所以Poshimia 人 在一個單跳情況上來說 他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甚至在團戰來說 他的榴彈砲也是非常的可怕 甚至也可以把他 說為團戰之鬼的文明 也不為過 那我心目中 他是跟賽爾特同等級的文明 在團戰來說 都是團戰之鬼的排名 那Poshimia 人 後期轉出火槍、槍兵 還有自己的榴彈砲 就變成一個無敵組合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對手 葡萄人 那葡萄人最大的特色 是所有的黃金兵種單位 都是 比如說打八者的效果 不管你是要打小弓 或騎士 都是可以打的 而且騎士的話 也有三級馬卡跟品種 什麼都有 但是沒有遊俠 稍微可惜了一點 那葡萄人的本身 他的火槍更是強大的 點下銀罐技術 有這個火神槍 就可以讓 是這個金罐技術 不好意思 就可以讓自己的火槍 擁有彈道學的能力 射得更精準一點 光是火炮 你讓他隨便run而已 他也可以精準打到移動目標 例如對方的衝刺 或是移動中的 強奴 或是槍兵 之類的 都可以自動打擊 對方的整坨兵團 但是缺點就是 他的火炮不像 波西米亞的榴彈砲 這麼的落地範圍 這麼的廣闊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用 葡萄人的火神槍科技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出風琴砲 或是火槍 會比較更有感一點 火炮的話 其實是有點 吃技巧跟堪用的 最主要的話 他還是要留給 風琴砲 跟火槍使用的 火炮只是 比較附加一點的一個能力 火炮的話 還是要自己手動碰 會比較有效果一點 千萬不要讓他一直 隨意自由打擊 好 那葡萄人後期還有這個 我們著名的 無限支援戰術 點一下這個 港灣大三戰之後 就可以一直採集支援了 但是港灣大三戰 需要耗費20人口 所以有一些 葡萄人打法會直接 單TC樹地網 然後蓋一堆房子 然後上帝龍時代 瘋狂蓋 這個 港灣大三戰 但是這個打法 非常難實現 這個通常需要用 城堡的風琴砲 去撐住前線之後 甚至要打一個 直層強軍士 風琴砲前壓 然後趕快速地網 好 升到帝龍時代之後 趕快再下載這個 港灣大三戰 那之前我們的頻道裡面 右阿還有一些 頂尖高手 都有打過這個戰術 那我們影片結尾呢 也會放一下這個打法 那這兩邊的文明呢 葡萄人跟 Poshimia的 他們的老頭科技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 兩邊都會有 這個招強工程器的問題 所以葡萄人 即時轉出風琴砲 也會被 波西imia的救贖思想 或是 印刷技術給 壓制住 所以這一場 對決 就有點有趣喔 兩邊都是一個 火系文明 而且兩邊的老頭科技 都是非常強大的 好 那我們先稍微 加速一下 那目前看到 葡萄人這邊 是轉出了 拔木場 這邊是 九木開 那現在META 都是九木開局 是比較正常的 一個打法 後面也是四個人吃果 這邊也是三個人吃喔 更少一點 那木頭部分 補到十個人 Poshimia 這邊是要補下 射箭場 應該是射箭場吧 應該是射箭場 但是沒有蛙筋 肉馬 沒有蛙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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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肉馬了 那我們這邊看到 這邊也是肉馬 OK 兩邊都沒有想要打工兵開局 因為兩邊 對於蛙筋 或是黃金折扣 都有一點效果 但 都沒有想要打工兵的原因 是因為肉馬 可以更快出關 然後進行前線 給對方壓力 必須對方趕快轉出 槍兵防守 那找到漏洞的話 還可以抓到 圍牆村民 所以肉馬開局 本身是一個 常規開局方式 而且可以抓到一堆大招 例如什麼 餐車戰術啊 或是打一些奇怪的 直層黑跳繩戰術 之類的 肉馬開局 通常可以打爆異果 這種 玩法的 所以為什麼常規開局 會這麼厲害的原因 就是它可以 壓制住很多奇怪的大招 好 看到這邊下方 可能會有一點威脅 槍兵要趕快拉一下 一隻槍兵走過來 把村民往回拉 槍兵過來救援一下 驅趕掉 但下方這邊已經回好了 OK 家裡肉馬一直繞得有點麻煩 這裡要趕快集結一下肉馬 但對方是出了四隻肉馬 所以待會 看要不要把這四隻肉馬 移往前派 哇 結果這裡有一隻村民 直接被擠火掉了 雖然槍兵還是 解掉了一隻肉馬 三隻肉馬的殺傷力 就沒有這麼誇張 而且有一隻還是殘血的 這邊就有機會 可以把他圍死了 目前普查人 把三隻肉馬放在 Porsimia家裡 也讓對方壓力非常大 好 看家裡的農田 已經灑差不多 16片田 OK 然後補下了彩礦影帝 這邊再繼續繞一下 看有沒有補些怪怪的東西 或者挖石頭 這邊偵查發現 Porsimia 這個葡萄人 是沒有要打風情砲的 所以就不用去防他的爆炸 那如果這邊 如果看到對方在挖石頭的話 就要趕快升城堡時代 或者是要繼續暴兵 這個時間點 其實已經快要升到城堡時代了 在於暴兵跟升時代 只有一限資格而已 通常是升時代的可能性偏多 因為你這時候在暴兵 可能也來不及阻止對方 挖石頭 然後上城堡時代 來打風情砲這件事實 好 目前看到兩邊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家裡呢 是補了更多的黃金 五人挖金 Porsimia這邊也挖了石頭 哇 什麼石頭先挖 結果 葡萄人是沒有挖石頭 那就很有可能是Porsimia 還要打戰車的 那戰車這個單位呢 是非常內抗箭矢傷害的火器單位 那他的本身炮彈呢 打錯的單位都蠻痛的 但他的缺點呢 是很怕投石車的傷害 還有大量重裝騎士 或是肉馬的一個包圍戰術 尤其是投石車的部分 投石車砸他額外增傷 會再多增加30幾滴的樣子 好像32滴左右吧 所以Porsimia的戰車來說 是要特別小心對方的投石車 那通常打戰車的話 都要搭配自己的老頭 點下救贖思想 然後去招搶對方的封城系 是比較常見的反制手段 那戰車這個單位呢 也是蠻麻煩的 需要點下救贖思想才可以招搶 但是葡萄牙還好有救贖思想這個科技 大家可以看到戰車出來 也是可以進行招搶反制的 所以兩邊來說都是一個 可以進行反制的互相對抗文明 這一場對決算是比較 複雜一點的文明對決 也比較少看到 在這個 一般場是真的蠻難得的 Porsimia跟葡萄牙 這個對決真是很少見 而且也是在阿拉伯 如果團戰來說的話還比較常見 團戰來說 這兩文明常常碰到不意外 單挑遇到的話 那這個打法就會有所不同 那目前看到 Porsimia是雙TC開農 補下一根城堡在家裡的位置 而且還沒有補在中間 他打的位置非常保守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想要蓋這個高地了 然後進行開始挖石頭 畢竟這個高地插在這裡 稍微可以防止這個金礦 然後這個石頭也挖得很爽 好 那戰車出來 先攻擊的是這邊的村民 我幫他走 修道院這邊補下了一個 好 我來馬上點下救贖思想 這邊招搶敵方戰車 用老頭是最好的方式阿 而且你看這個工兵怎麼打 血量只掉了一點點阿 射這麼多發 怎麼打都是1滴 因為他的初死防護率是7點 佛塔奧倫他的攻擊力也是7點 5加2而已 即使是Porsimia內戰 打戰車也是1點 8打7還是1 這就是為什麼戰車對抗工兵這麼厲害 而且他打工兵傷害非常高 工兵打他基本上沒傷害 你一定要搭配投石車去打 那投石車打戰車 戰車也可以立即反制投石車回去的 所以這部分也是探測一個很難解的問題 好 這邊終於有救贖思想 用老頭去反制應該沒問題 但自己的黃金要趕快守起來喔 這裡只要移斷金的話 Porsimia可能就會 噗他可能就會有點危險 好老頭招降掉 然後 第一台戰車 但Porsimia也轉出了肉馬 想要來解裡面的老頭 這邊卡位卡得很好 讓肉馬沒有機會可以進去反擊老頭 但上方的聰明還是被戰車進行騷擾當中 Porsimia這邊轉出肉馬 開始點下來跑速 3TC已經補下了 Porsimia經濟這裡真的很好 挖石頭跟挖金免費是二級的 經濟一下就起費了 而且還有現在跑速上的優勢 分離移動速度特別快 現在速度來到1.01 待會點下手推這隻之後會變成1.11喔 移動速度超級誇張 那現在葡萄人要克制肉馬跟戰車的一個combo打法的話 自己可以考慮轉出槍兵 或者是轉出更多的奴兵 去反制這個肉馬 因為肉馬本身他的遠防只有2點 如果弓兵數量夠多的話還是可以輕鬆秒殺的 好 那葡萄人這邊的經濟已經快要點下帝王時代了 看他有沒有這個意思想要先點上帝王呢 但葡萄人這邊先點帝王的一個優勢 就是可以先蓋這個港灣大商站 除此之外還可以增加這個老頭的科技 印刷技術神權政治跟啟事思想 而且科技都研發完之後 招翔對方的餐車會更有效率一點 直接打爆 老頭爆開 而且還遭到一隻肉馬 這台戰車要不要修一下 可惜沒有這邊補了一根堡 但是他的黃金是可以生帝王的 但是肉不夠啊 木材有點爆料 需要撒下更多農田 這裡可以趕快再撒一片田 撒多一點 好 菠西米亞 他算是挺兇狠的 但是他沒有all in打 他是打半套的 不打全套 全套的是比較有感的 半套的話就有點 要做不做的有點尷尬 那葡萄阿倫呢 這邊打的防法 也算是打個半套的 本來是要打一些老頭 但是看到對方沒有繼續搶攻 選擇轉容了 旁邊都是打一個半套的方式 並沒有全力開火 好 OK 菠西米亞點下了帝王十代 葡萄人這邊黃金有點爆啊 太多囉 黃金爆量 但這邊買肉的話又有點可惜喔 這一點是 葡萄人要不要去 轉一下經濟的一個問題 好 這邊點下了帝王十代 好 洛瑪被反制回去 弓兵打洛瑪效果還是不錯 但是沒有彈到血喔 射的有點歪阿 好 這邊看到的菠西米亞 已經點下了贖罪思想 贖罪思想研究完之後呢 就可以招搶敵方的老頭 這也是參車戰術裡面一個 比較厲害的反制方法 自己的戰車被招搶的話 也可以招回來 那如果沒有戰車可以招回來 就招對方的老頭 好 加戰車兩邊互相開戰 好 那菠西米亞這邊點下了帝王十代 葡萄也是 兩邊生十代只差了30秒 菠西米亞點下了神聖思想 還有二級農田喔 好 手推車也補下了 經濟來到最好 戰車輸出來了20台 這個工兵有要繼續出嗎 怎麼這個出 這工兵意義不大 我知道他的工兵意義是有點想要拿來打這個 對方的老頭 但是這個情況下 你要用工兵去打 人家的參車也可以輕鬆反制你的工兵喔 這一點葡萄人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不要被這個參車給大量反制回去 好 菠西米亞這邊一道帝王十代點下了銀罐 好 那還點下了印刷技術 三級伐木 準備要來打一個老頭戰爭了 那菠西米亞的銀罐技術呢 是這個大車陣之術 讓所有的火器單位移動速度增加 包括這個火槍兵啊 還有這個 我記得這個戰車好像也會提升的樣子 還有榴彈炮啊 都可以提升到這個移動速度的加成 所以以推進來說 榴彈炮的配火槍 還有配槍兵喔 是一個蠻好的組合 好 菠西米亞點下了金罐 胡斯泰改革 那待會產出的老頭都只需要用到肉而已喔 黃金的部分可以留給其他的火器單位 例如榴彈炮啊 或是更多的戰車出來防守 那葡萄人這邊點下了化學 三級色還有印刷術 還有神聖思想 OK 那菠西米亞果然點下了救贖思想 神權政治啟示思想 這些該點都已經點下去了 看來老頭戰一觸即發 這也是近期來說 難得一見老頭戰喔 我們最近很久沒有來播老頭對抗戰了 那這一場也不是純老頭戰 還是有配一些兵的 那搭配兵種也是比較特別的 戰車跟弓兵 那待會葡萄人也可以轉火炮 好 你去轉 那當然波西米亞也是可以的 那波西米亞現在轉火炮會有點危險 葡萄人這邊也是喔 現在誰轉火炮 多多可能會被老頭 招翔射程直接招翔掉 所以現在這一場是老頭戰爭 誰的老頭夠多 就有可能反制回去喔 那以單純老頭的量產來說 波西米亞是有優勢的 這邊果然射掉一隻老頭 工兵的部分沒有打算點強奴 火炮轉出來 第一時間想要反制對方的巨頭 但老頭在後方 趕快拉過來招翔一下火炮 OK 果然牽線 你敢招我巨頭 我就敢招你火炮 哇 招到了嗎 喔沒有 招翔車被招掉 但是一台火炮被判變 兩台火炮直接被招翔掉 這就是這個時間點喔 誰轉火炮誰危險 最近射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而且老頭很難打得到 正面大量強奴 正面抵抗戰車的壓制 被招翔過來的戰車也是進行反擊 後方的城堡也是輸出當中 前方的老頭倒地非常速度快 但是波西米亞這邊的老頭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生產 後面老頭的排程已經來到六隻 一直往前補 老頭倒了就補下下一個 瘋狂招翔葡萄的老頭 每招一隻老頭就賺一百斤 非常的好戰 特別使用大量戰車 擋住了這些工兵的傷害 好 工兵要趕快往前點喔 不要再理這些戰車了 點老頭更實際 好 但還是沒有空的關係喔 一直點刀戰車喔 這就很可惜喔 沒有把所有的箭矢傷害打到老頭身上 OK 這邊點老頭效率非常好 好 戰車又出來了喔 好 老頭繼續招 但波西米亞這邊老頭非常舒服 黃金來到3200 波西米亞改革 OP 說OP啊 太強 就算被對方的工兵殺了這麼多老頭 也不會心疼 最近他是垃圾兵 波西米亞的垃圾兵 關號老頭 這個老頭太強了 太強了太強了 好 波西米亞看到這個情況喔 應該還是 暗自竊喜喔 哇 這傢伙居然真的跟我打老頭在啊 你的老頭要黃金 但是我的免錢阿 這個黃金差距直接被打了出來 好 不太好這時候發現 這樣要再打下去不太對喔 越打越虧欸 好 發現對方老頭一直 遠遠不覺的湧出來 剛剛他可能還暗暗沾沾自行喔 已經射倒了非常多老頭 但沒有想到後面老頭越補越多 波西米亞也是全力在往前線著翔 三台巨頭又架起來反之回去劇情投資 現在兩邊沒人趕出火炮了 OK 那如果沒有火炮壓制巨型投資機 就可以主宰整個戰場 所以波西米亞人這邊要趕快挖出更多木頭 展出更多的巨型投資機 然後按出更多老頭 繼續前耀 那可以的話再補一些戰車也是OK的 那榴彈炮什麼時候補喔 稍微解釋一下喔 榴彈炮通常是等到對方老頭數量真的很少 然後自己有火槍啊 或是可以瞬間秒殺自己榴彈炮的東西喔 再去點會比較好 那榴彈炮被招走其實會蠻頭痛的 喔 波西米亞還點下了 忠誠信仰 忠誠信仰這個科技呢 是可以延緩 敵方的僧侶 招搶自己單位手 時間需要更久 好 這邊老頭有點太過往前囉 遇到城堡傷害 波西米亞這邊黃金只剩1700 波西米亞還有3500 黃金繼續噴 好 但波西米亞突然轉出了 弓兵而不是火槍喔 這就有點特別 通常波西米亞點個化學上去 轉火槍出來打 是比較常見的方式 這邊轉弓兵應該是跟葡萄人想法一樣喔 轉弓兵也很好打對方的弱馬還有老頭喔 火槍的話射速比較慢 稍微有點可惜喔 打的效率不是那麼的好 這個老頭一直被寶搜到 這個老頭一直被寶搜到 哇 非常多的弱馬被囤了一波出來 三級馬海還有五秒鐘 這邊的弱馬非常多 但是前方這一撮的波西米亞老頭應該問題不大 當然波西米亞也是努力 遭遭遭遭遭遭到大概四五隻的 輕騎兵 但是還有更多輕騎兵 往前補過來 但是後方有非常多的戰車 戰車打輕騎兵傷害很高 後方的城堡傷害也不錯 後方老頭補過來之後 又再繼續招搶敵方的肉馬 這位肉馬還是被招搶到幾隻 前方的老頭後方也在招搶戰車 但戰車的部分呢一直被招搶 好像有異端其術的關係喔 被招搶之後馬上就消失了 也不會變成敵方單位 哇 好 這邊戰車 直接扛住有非常多的傷害 肉馬打戰車 效果其實沒有那麼明顯 主要是因為攻擊力太低了 通常都是要出這個重裝騎士喔 去打會更好一點 好 單戰車繼續扛住前方傷害 後方老頭繼續招搶 好 肉馬好像打出了 一個破口 後方老頭也在招 大家在繼續招嗎 兩邊招來招去 完啦 二十一隻老頭 葡萄人 黃金歸零 沒有人在挖黃金啦 剩736元 火起米亞人 這邊還是非常舒服 黃金還有1500 後面三巨頭架了起來 繼續攻城 但這邊肉馬還是往前補 緊殺掉了非常多老頭 老頭碰到有點 有點疲憊了 招強速度沒這麼快速了 好 繼續招 好 繼續招 先招後面老頭就對了 沒錯 招後面老頭 確實是一個 更好 打贏戰局的方式 OK 左邊城堡 終於被拆掉了 葡萄人 正面城堡 損失掉 大家會後面 好要再補一根城堡 可以走下來 但是葡萄人的黃金喔 已經歸零 老頭數量也只剩下一隻了 只能使出洛瑪進行反擊喔 好 洛瑪再去招後面的老頭 OK 抓老頭 效率還是很高 戰車 打著推洛瑪傷也是不錯 這沒有到非常優勢 但是數量一多 打起來還是會痛的 OK 前方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了 開始往前招搶建築物 馬就一邊掃 待會葡萄人 就更難爆出弱馬 有台戰車 完了 葡萄牙猛逼了 不知道該怎麼拿 我們再繼續抓老頭 但人家老頭是遠遠不絕的 二十幾隻我的天 補下了更多修導院 這個是BM了吧 這個是BM了吧 二十七個修導院 問他你要不要信教 沒了 打出這局 打出這局 佛西米亞人出了174老頭 太狠了 太狠了 這個數量好久不見的老頭戰 打得非常漂亮 那為什麼這把已經是老頭戰 稍微解釋一下 原來佛西米亞人 這邊他們的前期打法 就是打出了戰車這個策略 戰車這個策略 已經引誘到對方老頭 展出了救贖思想這個科技 波西米亞呢 當然也可以轉肉馬去打 葡萄牙人 但是他有一個更優勢的選擇 就是胡思派改革 胡思派改革一點下之後 他的老頭優勢 又比對方老頭優勢更大 那如果對方不繼續打老頭的話 戰車問題又不能解決 如果他打頭十測的話 又會被波西米亞的老頭給招降到 所以最後呢 葡萄牙就只能繼續打這個老頭戰 加上肉馬進行反制 稍微說明一下為什麼 這個結果已經會變成老頭戰 這是有一個 互相克制的關係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說他要去打其他兵種 來進行反制 這個造價成本來的時候 有點不符的成本 甚至是有點難防守起來的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 我們說火炮這個問題 火炮雖然可以出 但是你如果出了 要開始攻擊對方 還是很有可能會被招降掉 那確實 葡萄牙人一開始 帝王時代初級 兩台火炮 馬上也被波西米亞給招降掉 這也是一個後期 老頭打火炮 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我們來看到支援的部分 波西米亞是贏了快要一倍的支援 8萬3 15快要贏了一倍 這個食物全部支援 全部轉成老頭 非常誇張 那金戰局的部分 是葡萄這邊 KD更好 肉麻砍死了一堆老頭 但是老頭 遠遠不絕噴出來 KD雖然很差 卻贏下了比賽 這也是四季立國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不像什麼星海爭霸 你KD越高 就代表你的勝率也越高 當然什麼蟲族那些 我就不一定了 不一定不一定 那以相同的文明來說 就是以特性來說的話 四季立國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遊戲 明明都是火器老頭國 但是卻 KD可以完全長得不一樣 甚至KD可以比對方還要差 還可以拿下比賽勝利 這是我認為四季立國比較有趣的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